Hello 大家好 我是汪哥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个 天才迷失在赌场里的故事 小帅是一个智商持续在线的天才少年 这也就导致他一路走高速 拿到了哈佛大气的通知书 可是成功路上 总是会蹦出那么几只蓝鹿虎的 窘迫的家境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只 可是作为年轻人 又怎么可以轻易放弃 为了拿到哈佛的奖学金 小帅开始筹划 如何才能脱颖而出 隔天上课 教授一眼就相中了他的数学才能 课后便提出邀请 希望他能够加入自己的21点小组 原来教授在背后研究赌场的生前之道 架不住暗恋美女的诱惑 小帅答应入伙了 同时他也坦言挣够学费就会收手 一番技能摸底学习后 小帅来到了著名的拉斯维加斯 果不其然 凭借着惊人的记忆 小帅一下就尝到了天头 可有时候太过耀眼 也不是一件好事 这不赌场监视就盯上了他这伙人 可是苦一没有证据 也无法明目张胆抓人 这时候 团队里的另一名小伙子出于忌妒 在赌局上做了手脚 教授发现后 直接将小伙子踢走了 这一下子让小帅更得意了 果然在后面的一次赌局上 一个意气用事 就直接输掉了几十万 教授一看这情况 也是气得不行 直接叫小帅滚出团队 小帅心有不甘 就拉拢团队其他人单干 所谓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躲在背后的教授 直接举报了牌桌上的小帅 这一回 小帅被赌场监视 叫去了一番 回到学校 更是雪长加霜 辛苦赚的钱 还被偷 还被告知无法毕业 他深知这一切 都是教授搞的鬼 于是 小帅便回去认了错 不久 他便蛊惑教授 一起下海玩一票大的 在今天的诱惑下 教授欣然答应了 可人才刚上牌桌 就被赌场监视 抓了个正着 先行带着钱跑路的教授 也发现上当了 原来 先前小帅被抓的那次 他和赌场监视 就合计好 要将教授拉下水 要说这赌场监视 为什么痛恨教授呢 那是因为 曾经两人有过过节 影片最后 小帅用这段传奇经历 成功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要获得更多电影资讯吗 那就快来关注 同名微信 网格书电影吧 说这么多 各位点个赞再走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